俄眉山战的比赛,我是解说员东尼 我是董生涛 现在非常激动,现在进行的是四强晋级 这是65公斤,俄眉川级65公斤级 32人战 我们今天的选手啊 通过每个人打赢一个四中赛的冠军之后啊 现在剩下8个人 今天进行的是8进4的比赛 对,8进4的比赛 这说明站在擂台上的每个选手 因为他们在俄眉传奇 就是低嫂前手摆拳 这个低嫂之后啊 古德泰纳吉试图利用这腿 还没有站稳的情况下进入拳法的反击 前手平哥就已经迎接到了对手 是的 而且啊,红黄选手他的腿部的技术出出 频率非常高 而且这个质量非常好 我们看安丁曼尔始终能够抓到机会啊 在双方拳法互拼 这个呃,分开的一刹那 或者说呃,他的前手推开对手的一刹那 以及对手出拳的同时 都能够做出这种非常高难度的这种呃,第一位的砍踢的扫踢 是的 好,又是扫踢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蓝黄选手的大腿外侧已经出现大面积的红 而且这次是紫色比较明显 这种情况下这个蓝黄选手腿部受到这么多的重击 呃,应该失去了自己的支撑作用了 所以这个在步伐移动上有一定的影响 哇,连续的东方扫踢 我们看那个安丁曼尔啊,这个面向 典型的东亚人这种面向 嗯,让我想起这个呃,史书上对这个匈奴王阿里阿提拉这个描述啊 我觉得非常像 对,就他们那个民族就很凶悍 我个人觉得这个后点这个时候对于安丁曼尔的这个进攻啊 会有很大的帮助 哇,又是基辅的 哇,袭击 打得非常干脆 第一扫踢对对手造成这个不小的伤害之后 对手现在明显把这个防守中心放在这个 哇,啊,冬季独秒 凤二,三,四 好,看蓝先再伤 呃,这就是正式安丁曼尔的春冰之处 在第一扫踢,知道自己的低扫踢对对手造成很大影响的情况下 OK 我们看之前这两个低扫踢,之前安丁曼尔的扫踢 更多的以这个中扫为主 但是这个中手啊 其实 连续的一次低扫 一次低扫一次中手 对手啊 放弃比赛 让安迪巴尔就成功获得的峨眉全体 就是五天四强的第一个席位 对